各位乡亲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南投县议会秘书长陈国中 非常欢迎各位收看 民意频道民意论坛的节目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 南投县有原住民乡 它在哪里 在信义 在仁爱 在于尺 那这三个三地乡 也是观光资源最丰富的三个乡 那南投县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那大部分的观光资源 都集中在原住民乡 那我们都知道 像这样一个原住民乡 我们怎么去让它发展为 最好的一观光景点呢 事实上县政府跟民间 都在努力的在这个区块里面 总是希望说我们 在观光人口成长的 大幅成长的情况之下 能够带到原住民乡来 让原住民乡也能够 整个蓬勃 那可是我们有看到了 会遇到一些瓶颈 那这些瓶颈就是 我们今天要谈的 这个部分 我们都可以从原住民乡的交通 原住民乡的一个职能 原住民乡的一个资金 从这几个角度来探讨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问题 我们怎么样鼓励年轻的原住民 回到自己的家乡来 从事观光这项工作 事实上今天社会整个社会的经济环境的改变 经济环境的改善 而造成很多在都市原来能够赚很多钱的 现在因为经济环境的改善 而很多赚钱不太容易 它可不可以回到我们自己家乡来 就从观光的角度来看 那我们县府或者中央单位 或者我们甚至县府的原住民局 可以协助他们吗 可不可以帮他创造一个更好的家机 让他们收入很正常 让他们整个一个经营理念能够去发挥 把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 这些元素加在我们自己的原住民地区 可不可以呢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 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我探讨这个主题之前 先请各位观众朋友 看一段新闻影片 原乡部落观光发展 最常碰到法令规范 交通不便利与资源不足的问题 并也期盼法令能将原住民地区 与一般地区做划分 规范更有弹性 让年轻人愿意投入 让原乡部落发展更有未来 如何发展原住民地区的观光产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经济的问题 另外就是我们交通的状况 没有完全的改善 最后当然就是法令规范 太过于繁杂 这种此类的东西 我想从中央一直到地方 如果能够把这个手续简化 甚至于里面的规范 能够稍微弹性的运用 把原住民地区跟一般地区的 能够区分开的话 我想我们原住民 相信很多年轻人 会发挥自己的创意 把以前的严肃 跟我们的文化相结合之后 才能够创造我们自己 属于原住民的未来 议员石新荣呼吁政府 策略方面一定要做更新 对于部落产业培训 要做重点的辅导 并也期盼能成立销售中心 藉由长时间展售 将原住民文化推广出去 吸引更多人来观光 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原乡的 这个销售跟展售的中心 应该怎么样去政府 争取这个中央的资源 好好来把它做规划跟建设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 大概可以把你想要 陈列销售 你都可以在这个中心来 长时间销售 最后产业的部分 是积极呼吁 应该是政府要在策略方面 一定要做一些更新 而且要做一些重点的辅导 本县原住民地区 为人爱 信义 鱼池 都具备吸引人的风景 与文化特色 并叛政府能够朝 地方观光产业发展 做培训重点 让南投县观光更加蓬勃 也让原住民地区的 观光发展更加提升 将原民文化推广出去 每一群王国安 综合采访报导 从刚才的新闻影片里面 我们可以发觉到 南投县有 仁爱 信义 鱼池 那整个 它整个原住民的族群里面 有包括布农 泰雅 赛德克 少祖 周祖 等个五大族群 那这些每一个族群 都有它的文化 都有它的历史背景 那我们怎么样用这些历史文化 还有原住民的一个历史轨迹 来找到它们的元素 加在观光里面 又不去破坏原来的样貌 又能够带来很多的 在地的一个创意 能够加在里面 让我们原住民地区 能够更发展 我想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要探讨这个主题之前呢 先来介绍今天邀请到的四位贵宾 首先介绍第一位是 我们信义乡选出来的议员 史兴水 十一元 欢迎你 秘书长 你好 还有我们前面电视的朋友们 大家好 谢谢 感谢十一元 十一元原来在教育界 然后退休之后来参与 选上的现议员 对地方的关心是非常的多 我们都看到了 等一下很多问题来请教一下 十一元 你对信义乡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那我们第二位要介绍是 我们这一届最特别的 我们南投县第一次有平地原住民的议员 他是在日月潭的德化社 我们以前叫德化社社叫什么 叫伊达少 伊达少的地方选出来的议员 我们石庆龙 十一元欢迎你 秘书长 我们来宾 还有我们电视区前面的乡亲 大家好 是 谢谢 感谢十一元 十一元的石 我们都叫他钻石的石 钻石的石 十一元 这个是最宝贵的 我想十一元刚刚第一次 就第一届的议员 但是我们看到他的问证 在整个的问证的角度上面 对原住民这个区块 不管是三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他都非常的关心 那尤其对我们平地原住民的部分 以前都没有议员嘛 现在有的议员 他对平地原住民的关心 我们都可以看到了 等一下听听我们石一元 您会觉得对平地原住民 还有现在三个三地乡的部分 原住民乡怎么样去发展 谢谢 接着要介绍的是 我们仁爱乡选出来的议员 我们的廖文浅 廖一元 欢迎你 主持人好 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谢谢廖一元 廖一元的这个经历是很丰富的 他原来是在行政单位待过 后来又当代表会主席 后来又选议员 所以整个对地方的了解跟熟悉 是真的不得了 尤其在原民会担任我们的长官的时候 他对原民的工作非常的热心 那当了议员之后 站在一个温诚的角度里面 监督张子孝是不予一力的 好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廖文浅 廖一元 接着要介绍就是我们南投县政府 第一个就原民局最大的长官呢 就是我们张子孝张局长 欢迎你 主持人 三位议员以及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平安 大家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子孝局长 首先我要请教一下局长 对整个我们南投县的原住民地区 我们先看到的或是你们在推动的部分 你针对这几个地方的一个推动方向 还有对整个主群的分布 是不是跟大家报告一下 是的 我想在整个县政的推动 我们是秉持着我们县长观光首都 县湖南投的一个理念在推动 那我们原乡地区占了可以说 我们南投县所有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二 那所有的资源可以说原乡是最丰富 而且人文也最让人家所向往的 然而我们现在在推动的过程当中 坦白讲 我想每个原乡都有一个 共同的一个想法 就是以交通的瓶颈最难突破 所以我们在推动观光的过程当中 除了中央以及地方还有自发性的 地方的主人来共同推展之外 实在是需要有一个统合性的一个计划 跟培训的一个状况才能够推动得好 例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两年多 现在在推动观光的时候 不管是从双龙瀑布 还有我们目前正要推动的 这个多达的人形吊桥 这事实上都跟我们的观光产业是结合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 原乡竟然有这么好的人文以及产业 甚至有我们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 语言 风俗习惯跟社会结构 所以要如何让大家能够深入到部落里面 其实都是我们当务之急 希望能够来推动的 比方我们现在看到邵祖 他就在我们所谓的日夜村 以达邵这个地方他们本来就一个商业区 而唯一遗憾的就是真正族人 参与到这个商机的没有多少人 这个也就是我们缩小版的缩影 看到我们很多地方 我们所接触到的面 所以除了我们刚刚所讲的之外 还有很多地方都要努力 是 所以你刚刚谈到邵祖 那布农祖的部分 布农祖当然我们也知道 新印象是以布农祖为主 它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的 佐水溪线 春泳南线 这两条线嘛 那佐水溪线呢 现在有纳入到这些 南州港处 他们推动观光的一个路线里面 但是这也是刚刚起步 刚刚讲到交通呢 又限制在甲种乙种的车辆的管制 所以对地方的这个公安产业的推动 是不是会有影响 是不是要重新考虑 这个都是我们要去探讨的 所以今天的状况 我们布农祖像我们佐水溪线 万峰我们也知道有奇病遗址 我们的法治呢 它有它的龙文石 中正目前这几年 推动它的营火虫的富裕 也都有相当的一个成效 但是要如何让它能够 这个更推广更落实 也是不管是公布门也好 地方主染也好 都要相互的来配合 才能够推动得出来 那仁爱像泰雅族的部分 泰雅族像我们就有五个村嘛 五个村里面 户芯我们是赏梅采梅 甚至于推动山酸 还有柠檬跟我们的这个阳梅 那个青海村呢 它就本身它自己有 它自己的所谓的小提醒的故乡 那个华翔淬卵跟那个例行 它有高山茶高山蔬菜之外 它们还有温泉 但是爱雨这个 我们每次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个交通 只要逢雨就断 所以让我们感觉到说 我在当乡长的时候一起推动 希望能够从八十线 贵村林场这条线 延伸到我们的红香 到淬卵 所以县长目前也积极在推动 从淬卵一直到红香这一段路 重新避开这个交通的冰景 也就是严重的五处的崩塌地 藉由这个能力啊 把这个所有的观光产业能够连贯起来 串联在一起 串联在一起之后 甚至于现在华联县的议长 他也在推动 建议打通 不到就通到华联 事实上我想以现在的科技 跟这个我们现在的能力 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 都可以突破 我们也从网路上看到 中国大陆他推动这个交通 实在让我们非常的向往 也让我们非常羡慕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拖八十九线 现在还中断中 到催的地形到催软 就让我们感觉到 我们真的还有很多地方要努力 对 我们最大的问题 在环保团体的抗争 是最大的阻碍 当然我在想 我们原住民地区 大概都是好山还是好水 其实自然生态 自然景观都是最棒的 那也有最棒的一些 原住民的人往发展的历史 这些都可以去结合在一起 就像刚刚局长跟大家所报告的 其实我们南投县 就光我们南投县来讲 仍爱心于此 就有这么多多元的一些文化 能够在里面 有这么多元的元素在里面 当然可以去发挥嘛 但是这个发挥 就碰到了一些瓶颈 我想刚刚听了局长 这样子报告之后 我们大概了解一些 整个一个状况 那我也要请教一下 我们新印象的 史清水十一元 你就针对新印象的部分 您的看法又是怎么呢 你觉得说 现在我们的自然生态 跟我们的历史文化 有没有办法结合 能不能去创造一些商机 让我们的年轻人 还是回到我们家乡来 我觉得我们新印象 这个真的是好山好水 像我们有很漂亮的一些景点 像东部温泉 烘龟斗的赏梅 以及草坪头的樱花 尤其是罗纳的圣诞节 还有酸龙的布布 这些真的是值得我们游客 前往来看一看 真的好漂亮 那我觉得我们的文化 应该跟这些景点来结合 但是我发觉 我们的这个文化 像八部合音 还有一些 八西部 这个银酒歌 应该能够请专家来指导 或是我们具有的 我们无论要做一个定期性的练习 这样的话唱出来的歌 是非常的好听 那我们平常就是有这个聚会的时候 才出来练几次 内行的人都会听得懂 但是我希望朝着这个方向 希望我们政府能够规划或是补助一些经费 身为我们布农主的人也都能够参与 参与的话就是认同我们这个文化 这样的话我们的文化像这个 设计这一方面我们都可以结合这些 我们的歌谣还有我们的八部合音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观光地区 观光的这个地方一定会更好 让大家更喜欢 是谢谢 谢谢石一元 石一元针对我们信箱的部分 大概都已经跟大家做报告 那事实上我们一讲到布农主 大家可能会记得就是 有一个巴西部部八部合音嘛 这部分如果刚石一元这样讲 就是说怕他失去传承 可不可以我们政府介入 能够让他去学习 就像我们在推我们这个什么 玉山脚下的什么歌声那个部分 用这个从基层 就是小朋友开始来培养来培育 把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文化传承 能够传承下来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如果让他中断了 往后我们的文化可能就会消失了 这样对我们整个原住民的文化来讲 是一大损失 所以我在想 整个新乡的部分 在布农主的部分 刚刚我们石清随议员 跟大家做了报告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 石清随议员 您是第一次 我们是少主 那在整个少主来讲 您对整个少主 你觉得我们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结合观光资源的部分 这一坦少主 其实他参与观光的旅游 这方面的盈利行为 其实是蛮久的 那从早期的一般的艺品 或是一些工艺品 甚至也就是说游艇方面的经营 其实都蛮重点的 那因为后来一些政策上的改变也好 或者说游艇的这个顿位 后来提高 然后他的游艇里面的这个设备 或什么也都提高 所以他变成说 特别在游艇这方面资金的 投入要相当的多 那因为后来也是因为这个 反坛公路也开通 那当时可能我们主任 有一些本来就有经营这个 以前是这个木头的这个 游艇 游艇 那当时可能凑估情势 所以到最后都把这个 原来的 船卖掉了 所以他原始的 原始的我们原来少族的一些文化 本来融合在里面的现在就是因为 就是整个改变的方向不一样了 就是商品化之后 而造成这样的冲击 而改变了这样的形态 那我们怎么样去找回来 我想非常重要 待会再请教我们的十一员 不要离开马上回来 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再来